中統 鬥陷 美青節好 我們一起先中統好 再美青節好好不好 與美青中統好 中統好 在美青節好好不好 美心结好 马总统 斗赛 马总统 斗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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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站出来 台湾亮起来 莲荣一主席 吴荣一主席 各位副主席 各位立法委员 我们好市长 朱市长 现场各位市议员 各位里长 各位乡亲贵宾好朋友们 大家晚安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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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主办单位告诉我 现在现场是八万人 忘了问 忘了问候我们原住民的朋友 跟我们客家的朋友 在过十个小时就要投票了 这一票投下去 就会影响台湾长久的未来 到底我们希望我们国家 要一个什么样的总统呢 我们要看这个国家有什么样的挑战 第一个挑战 当然是经济 第二个挑战就是联能 第三个挑战就是两岸跟国际 为什么把经济放低呢 因为欧债的风暴 已经非常的令人瞩目 我们已经受到影响了 那这个时候就要看 国家要交给一个什么样的领导人 能够再度 让台湾走出欧债风暴 带来的不景气 其实说起来也不难 因为在过去三年 我们经历过80年罕见的金融海啸 跟经济衰退 同样的 2000年 民进党执政没有多久 也碰到了网路的 这个泡沫化的风暴 一比就知道了 那个时候 民进党执政的2001年 经济成长 也曾经掉到负的1.61 我们更严重 我们掉到负的1.81 而我们 在这个前一年呢 成长只有0.7% 等于连续两年都很糟糕 可是到了第三年 马上我们就冲到了10点 7.72 民进党就没有做到 如果你看看 我们创造就业的能力 我们创造了37.5万 他们只创造了18.1万 更重要的是 我们去年 我们人均 国内生产毛额 已经超过了2万美金 这是19年来 1万美金之后的最大的一次 我们这三年半 增加了3,092美金 民进党 先前三年半只增加了188块美金 我们是他的16倍 各位 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又碰到了欧债的风暴 请问大家 是不是应该让有经验 有能力的国民党继续执政 这个答案应该是很明显的 第二个就是联能 民进党政府执政8年 贪污腐败的情况 历史上罕见 从总统第一夫人 到20位政务官 都涉嫌贪污被起诉 被判刑 有的已经在做了 民进党蔡主席跟民进党常常说 你们国民党 老是摆脱不了 陈水扁的阴影 没有办法走出来